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飞岸天下 最新消息 那当然在《星岛日报》和《头条》已经报了 就是今早7月24日 目前被香港袁雄通缉的100万的袁公怡 他的长女袁尼亡 即是袁尼明和袁尼昌的姐姐 今早早清晨9点从美国洛杉矶回香港 其后在他的港土区被带走 目前是否被捕不知道 这件消息由白影传媒发出 目前警方和其他方面均未有详情 但是之后袁尼昌都被捕 究竟是贴助调查还是怎样 目前被警方带走的是袁公怡的长女袁尼昌 和袁尼明的姐姐 目前是袁尼明生活百货的公司执董 袁尼一家的政治取代跨越江普 媳婦容海恩是建制派 而袁尼昌曾任人民力量主席在2001年 和丈夫林玉洋移居加拿大 而父亲袁公怡一直在YouTube平台上 鼓吹建立海外香港议会 而袁尼昌过去甚少公虚作出政治表态 而袁尼昌也都被国安带走 那对的对的 说是公平一点嘛 实际上早前也都说过袁尼昌 也都曾经去过美国和他爸爸短聚 禍不及妻儿 那你就看得到发生什么事 那当然了 还有一个督灰人物 那就是容海恩 是不是 因为袁尼昌嘛 喂 我老公是有跟他爸爸短聚联络的 你有什么就问他 那结果 不停地被我们这些多口人说 你有特权的 你现在是不是督你老公呢 那结果真的督灰成功 袁尼昌 真的 但是我去到 我想问 是不是他犯过恶法 就要跟父子脱离关系 作为子女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 中国传统 那我们探望一下爸爸 甚至我去到 喂 袁弓尼 不要搞了 不要影响我们 但是以我们中国人 是会有这些的 我们现在不是诸九族 诸十族的时代 今时今日 是个人意见的时代 就是说你说什么 和其他人是无关的 至于他们父子父女 他们相聚 一聚天伦的话 那又有什么问题呢 不要说什么 即使袁尼昌 袁尼明 袁尼望 他买多少 给老爸顶着 就是说 老爸怎么 哎 近期收入少了 没有钱 供楼 不要紧了 我有多少 给你一片东西 你顶一顶先 有什么再开口 这个是人论 这个是人论 人论 不理你要做中国人 你要做什么人 爱国的人 爱党的人 首先你要爱自己的家人 首先你要做一个好人才行 你连好人都做不到 你其他的东西 你说什么都没用 即是说父母 最主要 你说你对社会有没有贡献 不知道 但是起码你以身作则 你爱你的子女先 今时今日 你是看到 那我相信 到最后都会放人的 原来看回来 你以为他没有计算过数吗 你也看不到 他们有什么关联 甚至我几时几日 去探望我爸爸 难道真的不行 国安法 没有写到明 你做的只会儿笑大方 有心理准备之余 也有一个计算 就是根本上 看不到 即是好像 罗冠聪 或者其他人 到最后 尾 就是只不过 增加你们的麻烦 增加你的成本 就是等于当日 要打工民社会的时候 不停地 用这种这样的滋扰 用这种这样的方法 令到他对方不厌其烦 但是以国际金融城市 是否还要做这些这样的事呢 香港 要回归正常的话 是否真的 不是这样做不行呢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在香港人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容易找公同入籍 无论在香港 英国 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 就快点找Kristi 啊